嗯 嗯 嗯 我剛才跟這個 跟這個 搞寶街的這個 小夥子發過信息 嗯我說你 我說你 我說你還是比我來的富有 你還是比我來的富有 你還是比我來的富有 我說因為你 他是男的嘛 他肯定的他家庭裡面 父母親啊 主業也肯定的會給他 呃 喝多喝少嘛 祖祖輩輩积累下來的財戶 呃都是這些人 得了是吧 呃 男丁嘛 女的就不可能了是吧 那我這個是做的太過分了 他們還要來搶劫我 還要來搶劫我 這個月的工資 工資應該是固定的 是吧 工資 就是說退休金嘛 這個是應該固定 反正這個月 我的退休金 少了兩兩百六 兩百兩百六十幾塊錢 是這樣的 那我當然當時一看 我就覺得很可能 嗯 是因為我出來旅遊 並且 是吧 嗯 那個 嗯 那個那個退休金 發工資 一般是三號 是四號 是五號嘛 那我出來就說 一直趴在屋裡 一直趴在屋裡 那個 那個蒙古的教師 英語教師 不是說 他說你 你沒有到 到去逛一下 是吧 他可能就說 我不出去逛一下 他習近平 臉面沒有了 嗯 我在福州 古山都沒去過 知道嗎 古山都沒去過 那有的時候 同學聚會 那人家 古山去的 不愛去的是吧 那 少數 服從多數嘛 所以那個時候 聚會 也只有一次 就是說 我們高 高中補習的時候 那 然後去山西去往 那他們認為那個地方 他們沒去 那肯定要去 沒去的地方嘛 人家去了很多次的地方 誰願意去 那我 古山我是沒去的 那我肯定 只能跟著他們走 那在北京 我也待了十幾年了嘛 02年 17年了 長城不可能 長城沒去嘛 是吧 長城 除非有什麼事情 天安門就說 我自己故意去的 也只去過一次 是吧 那其他的 是林四華來 找我 他要把我叫去 然後陪著他才有 有有有 那個那個 是吧 因為我這種人 因為 那像我這樣的人 人生就是 是吧 比如說這個搞寶劫的小伙子 他不管怎麼說 他是有希望的 是吧 他對未來是有希望 我是沒有希望的 是吧 我是沒有希望 所以我一定要出來旅遊 花錢 是吧 花錢把他們的 金骨給打斷 是吧 把他們的 呃 這個金骨給打斷 讓他們絕望 是吧 絕望 一定讓他們絕望 是吧 一定要讓他們 死的這個心 是吧 嗯 是這個樣子 呃 他是有未來的 那個這個寶劫的小伙子 年輕是吧 呃 暫時的這個搞寶劫呢 那 阿富汗也不可能說 遠遠的一直站落 馬上 終有一天 他會迎來和平 是吧 嗯 嗯 不管怎麼說 他這個 啊 男人肯定的 一般來說 都是男權社會嘛 當然 嗯 西方國家可能男女 會比較平等一點 但是他這個 亞洲國家嘛 都是亞洲國家 呃 所以說我 當然 這個這個就是 很可能是 以黑社會的名義 不可能說 退休金會有變化嘛 對吧 不可能有變化 如果有變化 也只是說 加工資 是吧 那他變少了 變少了 那就是 嗯 就像法輪功 經常說 發出信號來的 發出信號 是習近平這一夥呢 發出信號 一直是說 你不可以那個 那在這個地方 就覺得這空氣 是不是肯定要比中國 好像好 好很多 是吧 然後這水好像也是 比中國好很多 然後 當然飲食也不見得很習慣嘛 是吧 因為 不同民族之間 更何況他那個文字 是吧 我經常買錯 買錯的東西 買錯的東西 因為那個文字 看不懂嘛 是吧 然後我後來就下載這種 軟件 方譯軟件 是吧 離線的方譯軟件 嗯 會好一點 會查一下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嗯 啊 然後我這一次出來 嗯 最多只能30天嘛 那旅遊 在這簽證 不能超過30天 但我超過30天 我可能從頭到尾算一下 可能31天這樣 是吧 因為 因為那個 本來我是不可能想 我不想超過嘛 因為我是盡量的遵集手法嘛 那我就 那天就想 是吧 那當然我肯定會看一下奇門遁甲 是吧 看一下奇門遁甲 那是吧 28 29 30 那三天 確實的 那個看上去不太好 不太好 是吧 因為你蹭飛機嘛 蹭飛機 然後 呃 我就想這三天嘛 是吧 因為我之前就看過了 那鬼說是吧 他說林彪是吧 他說林彪 那一說林彪呢 我就覺得這一天不行了 是吧 那我就想了 再拖一天 那鬼說消費 那就是消費嘛 會消費比較多嘛 是吧 那你找回去的話 可能那個飛機票會貴一點嘛 吃回去可能那個飛機票便宜一點 還是怎麼回事 啊 當然我是B的鼠1嘛 就這個意思 啊 B的這個鼠1 呃 然後後來呢 那天說 鬼說了這個以後 好像第二 第二天他又 是第二天還是那天 又說嘛 他說 黑社會 爆你嘛 後來又說了比較完整 黑社會爆炸你 那 那一聽這個話 是不是 是不是 呃 就覺得這 我們要蹭飛機 這個 飛機很大 所以說 一定要看看奇門 比較吉祥的時辰 跳1個 只能這樣子 那 因為 好像那天 我已經 買了還是怎麼回事 然後他還這麼說 忘記掉了 反正 好像是已經 呃 飛機票買了 他還這麼說 說 黑社會爆炸你 是吧 黑社會爆炸你 那是 是頂 頂害怕 嗯 是20號說 黑社會爆 的說 黑社會爆炸你 這個是20號說的 那 我那天 我我買買飛機票的這個 好像是前一天啊 前一天 嗯 嗯 那就說 哪怕挑了一個 比較吉祥的時辰 還是 28號買的 可能是28號買的 哦不不不 哦不是不是 哦不是不是 整錯了 十九號買的 十九號買的 嗯 十九號買的 這個東西 然後 他20號 他還說 呃 黑社會爆炸你 是吧 那就說 哪怕挑出 吉祥的時辰 他還要來爆炸 當然 嗯 這個爆炸 成功還是 失敗 這就很難講 是吧 這個這個就很難講 因為他們勢力太大 是吧 他們因為 派到我第一家的黑社會 他們 就是說 他們 色外的 是吧 在海外都有什麼 公司啊 超市啊 那 公號老婆據說 他在 嗯 各個世界各地的華人街 都有他的耳目 人家是這麼講的 就是激情和迷茫 那個人是這麼講的 嗯 嗯 嗯 那我是他們 他們 他們就是盯上我的錢 嗯 他們 已 已開到我第一家黑二次 盯上我的錢 所以我肯定要 以後會經常旅遊嘛 是吧 經常旅遊 唉 然後這種 呃 我的願望就是 習近平下台是吧 因為這個人在台上 對我非常不利 還有一個就是 嗯 遠離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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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肯定肯定要掙扎 做人都是掙扎 你不掙扎 那還 還了得 是吧 呃 關於 薄熙來的兒子 是吧 我前面也說過 我認為薄瓜瓜 絕對是有希望 是吧 絕對是有希望 人家 熟練了那麼多 是吧 人家 嗯 嗯 都是明校畢業的 是吧 嗯 唸的那幾個大學 是吧 都是非常 非常著名的大學 嗯 那 哪怕就是說 沒有背景 也是很厲害 也是很厲害 然後像這種 紅二代 他倒台的 他還是比我這種人 強得多 都不知道多少輩子 是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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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溫家寶跟胡錦濤 這兩個人 是吧 他這種人是 毛澤東時代栽培出來的幹部 他們的水平是非常的有限 他們沒有識別能力 是吧 對人是沒有識別能力 呃 他如果那個時候讓薄熙來上台 他那個溫家寶的兒子還不會 還不會被關進去 說不定 嘛 說不定 起碼 從八字上看 就是就是我可以這麼說 是吧 那在古代的那個年代 人家說宰相做宰相 是吧 經理嘛 溫家寶是經 哦 溫家寶是總理 不是經理 哈哈哈 他是總理 是吧 總理過去就是過去的宰相 是吧 過去有那麼一種說法 古書上有那麼一種說法 就是說 呃 沒有 是吧 對這種陰陽五行 甚至面相 是吧 反正就是玄學方面 呃 跟白癡一樣的 這樣的人 是沒有資格做宰相 完全就沒有資格做宰相 因為古人嘛 是吧 所以 中國古代是非常強大的 非常強大 嗯 因為 他們那個水平啊 高到不知道 不知道 到哪裡去 是吧 那天看到法輪功網站上面 有一個 帖嗎 是吧 他發了一個文章 流傳千年的狀元文 帶你看透人生 是吧 這個這個東西 我我過去買的算命書裡面 是吧 他都是文言文 很多都是文言文 其中肯定有這一篇 是吧 肯定有這一篇 那法輪功這些呢 也是草包 也是草包 他裡面有是吧 呃 他把他裡面有一句話是吧 他歡迎的非常好笑是吧 他這裡面說 人不一 一根根基八字 人 人若不一 根基八字 就是說人若不一 不依靠這個八字 八字是根基 知道嗎 八字是根基 最重要的是大雲 呃 大雲 其次是八字 八字是根基 是吧 呃 所以說 有的人是草包 但是他可以 是吧 徽環騰達 呃 是這個樣子 他因為 最重要的是大雲 因為他走上非常好的大雲 呃 但是根基的話 就是說 這個人 呃 這個人的本質 是吧 根基 呃 本質 或者說他的家境怎樣 這個從八字上看 主業 他祖 祖先的怎樣 是吧 呃 法輪功 法輪功 這個草包 他是怎麼方譯的呢 法輪功這些呢 也是草包 呃 他說 人若沒有一從八德而生活 什麼 八德而生活 人家就是說 你應該方譯成 人若沒有一從八字 呃 如果沒有一從八字 不要 不要 不要生活了 是吧 因為你要依靠你這個八字 啊 豈能為親為相 是吧 所以說法輪功也是一群草包 欸 因為他 他們那些呢 也都是 嗯 嗯 也都是在共產黨統治下面 是吧 那我是因為七買八買 是吧 看見書 有的就會買 是吧 所以 所以說 他這個就是說 過去科舉 科舉考試 他都有考這個 陰陽五行啊 什麼八卦了 八字了 他都有考這個 因為他認為這個東西是 做官的一個一個 一個基本的 基本的嘗試 基本的嘗試 那現在的人 大多數 嗯 嗯 他們追求那些 嗯 接受西方的思想 嗯 嗯 過去科舉裡面 考試科目有這個 算命的 嗯 然後他們那些文章 都寫的 非常的漂亮 嗯 嗯 然後過去 當然他過去沒有英語 也沒有 數理化 是吧 他只有文科 然後他這個文科 做到了極致 嗯 所以說我這個這一次回去 會不會有什麼危險 是吧 然後就是 還有 我的目的就是要擺脫這些 財囊 財囊 做人 呃 一定要狠啊 一定要狠 是吧 人善人欺 是吧 馬善人欺 嗯 他這個 人的命都是 人的命 他就是說 你看那個 那個八字大概 大概是怎樣 大概就能夠 有所了解 特別看那些名人的八字 那個是更容易看 你那個要一般的 云云眾生 因為你不認識他 然後他也不是聰明人 那聰明的人 你只要搜索一下 哦 他曾經的經歷 這個 就很容易判斷 那他曾經的 興衰 那個時間節點 是吧 那就很容易判斷 咳 因為他們曾經的經歷 呃 差不多都是公開的嘛 那 一般的人就不好判斷了 那 那就看你的水平了 咳 咳 咳 所以這樣 嗯 人是一重命 薄熙來他八字 應該我覺得是重鑼閣 那 古開來好像也是重鑼閣 那薄瓜瓜好像也是重鑼閣 是吧 呃 這些人都是很厲害很厲害 重鑼閣的人是非常厲害 非常 不得了 好像習明者也是重鑼閣 呃 呃 陳里元他好像是 算是萬命吧 萬命他的八字比較平衡 帽 那個習近平八字也是萬名的 他太旺 太旺 他完全就是因為他死云走的好 呃 我發現就是富貴人家的子弟好像 嗯 嗯 就家境比較好的好像他那些人 就很容易是重鑼閣 嘛 重鑼閣 那人一般都很厲害 那這個可能是因為 基因怎么沉淀,或者是他们的声势怎么样 当然,像习明哲那样子 不知道时辰,这个也不能 我认为应该是崇洛阁 我感觉 搞不清楚,也不能,也只能说可能 那种,反正就是比较牛逼的人 一般都是崇洛阁 崇洛阁是很有才华的人 给我的这种感觉 然后,薄熙来夫妻 运都是不行的 薄瓜瓜,他的那个运 还苟且吗 他以后应该不错 应该不错 这个年轻人 年轻人 人家是有未来的 人家 这个中国人是下贱人种 他讲株连 他讲株连 我认为 他父母亲是父母亲 他是他 你这个,株连你就是分建传统 分建那个东西 所以说,中共说他要走上民主的道路 然后法轮功的那些人也是说追求民主 那其实这些人的本质都不可能追求民主 他们分建专制的思想是非常浓厚 那我念法律 我知道你这个不能株连九族嘛 是吧 你不能株连到别人身上去 一个人的责任就是他自己去承担 不可能说 那当然 中国的这里面很多 什么人倒了 好像都有株连 都有株连 所以讲 中国还是分建社会 他们所有的人 包括民运的那些人 他那个分建观念还是非常的强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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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